洗澡水管带电电手 跟我前一个视频差不多 这一个把热水器都换新的了 而且水阀 喷头全换成塑料的了但是还是会电手 不一样的是它偶尔会带电偶尔不带电 你看我现在测的是带电 过上一会再测它就好 我刚到现场的时候用电笔测它是不亮的 但过一会它会亮 这种有普通电笔它还测不出来 电笔还不亮 所以他们也是怀疑是热水器的问题 所以一开始我就怀疑是地线没接好 在配电箱这里测这个地线排 是带感应电的 我再验证一下 我拉掉他们家的电闸 再测地线排 还是带电 就是你断掉他们家的总闸 它的地线排还是带电 这会带电 刚才刚进来的时候 这个地线是不带电的 而且我测量了它地线很好 做得很好 所以我感觉今天这个原因 和以前的也不一样 这个地线的电从哪来的呢 去楼下看一看 这是楼下的电表箱 找到地线排 用电笔测量零线 或线 再去测量地线 地线带电 它这个总地线排带电 测量一下带多少伏的电压 带50伏的电压 它的地线带50伏的电压 它这个电压一会高一会低 这个电为什么地线放不掉呢 那这个不是感应电 这是从谁家出来的呢 那就拉闸试试 你拉我摸上 我看看 这一家一家拉 来来来来来来 这拉闸试试试 第2个 再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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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下 6.1 6.1 6.1 但是 6.1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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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那我不拉的 不一定 这个 看又没了 又好了 是不是以为 刚才给它断了一下 我刚才下了车也是好的 也就是它有个什么电器 一用电的漏电 这个不知道谁家的 这个地线还是好的 地线很好 就 刚才多少号可能它家 又出现了 我说 它家刚才用的 这是可能是 看 再 你再拉呀 6.0.1 就它家 就它家吗 就它家 6.0.1的问题 因为在刚才 6.0.1的问题 6.0.1的电器有问题 又好了 来回试了几次 基本上可以判定是 6.0.1的问题 现在的测地线 怎么测都是好 你看我测一下 电压 地线的电压 两幅多一点 一会儿它会变成 一幅多一点 这变化不定的 看 变一幅多一点 所以说它这个地线是好的 这个地线是好的 它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地线是正常的 现在测这个地线很正常 不带电 听说6.0.1的房子 刚刚装修完 那就去6.0.1看一下 测一下您的电压 你家说像有点有电 我有在那给你查看 你家的电 测一下吧 给你测一下 那是哪 你看呢 从下面测出来的 好像在6.0.1 嗯 那你试试吧 你这这边 就是楼店不货 大家 一洗澡 就 过人 麻人 我真的说我家弄呢 看一下它家的配电箱 地线带电 嗯 我验证一下 现在拉掉它们家的总扎 看一下亮不亮 哎 好了 这证明就是它家的问题 把总扎送上电 开始不亮 一会儿就亮 哎 现在拉掉分掌 一路一路往下拉 还没拉那就不亮了 往下拉 等一会儿还得亮 等一分钟 亮了 然后赶紧拉炸 拉第一个 再拉第二个 第三个 再拉这个 哎 这一路有问题 推上炸 就会出现地线带电 拉下来 这个线线就没了 可以确定 这一路有问题 用表测一下 漏不漏电 火线与地线漏电 零线与地线 没问题 测到火线漏电 哪漏电呢 看一下哪漏电 怀疑这个冰箱 现在就插着这一个冰箱 把冰箱拉出来 看后边有个插座 插着冰箱 拔掉冰箱的插头 再到配电箱来看 现在测这个漏电 没了 您说是冰箱在漏电吗 您看现在测很好 那就测一下冰箱 冰箱漏不漏电 冰箱还不漏电 但是只要你插上冰箱 就测的火线与地线 是通的 所以我怀疑是插座有问题 那插座什么问题呢 那就看一下它这个接线 对不对吧 线接的门问题啊 红线火线蓝线零线黄线地线没问题 接的都对 但是我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黄线是不是地线 拆掉插座线 我把这个红线和黄线并在一起 就是短接在一起 在这头测通断 是通的 火线与那个黄线是通的 也就是说那个黄线是零线 这个零线这个蓝线其实是个地线 线接错了 给它这样接是对的 蓝线是地线 插上冰箱 这样直接送电 这就没问题了 再用电笔去测就好了 这下全单元都好了 接错线了 漏电保护器应该跳啊 对吧 你看我按这个实验按钮 它就是不跳 也就是说这个漏电保护器坏了 这俩都坏了 应该一按啪就跳的 它这个得换漏电保护器 要是漏电保护器好的话 它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个问题了 他们家换了新的漏电保护器 一按实验按钮啪就跳了 这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家的漏电保护器 是不是很灵敏 好了 这样故障就排除了 看现在地线多好 这个原因也是出乎了我的预料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客户说洗澡的时候麻烦收的 说是触电嘛 但是发现了以后依然是触电 就说明和热水器 和热水器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用电笔测热水器外壳 带电 这个电普通电笔测不出来 现在测到电笔上亮红灯 这说明带感应电 那就看一下它这个感应电是从哪来的 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都是地线不好造成的 看这个是不是 当然也不是每一款电笔都能测出感应电 这是他们买的这一款电笔 测不出感应电 不亮红灯 找原因 直接打开配电箱 新楼房 新电闸 什么都是新的 用电笔测地线排 带电 看一下带多少伏的电 带20多伏的电 看一下这个20多伏的电是哪一路线造成的 拉掉这一路 现在变成了五六伏 这路线带的什么电器呢 是一个历史空调 空调一开 地线会带一个100多伏的感应电 这个感应电会对地线放掉 所以他这个还是地线不好造成的 得去楼下找这个主地线 在我之前他们也陆陆续续找了三个师傅 过来检查 没找到原因 我希望我能给他找到原因 找物业的师傅把配电室的门打开 小配电箱 锁着门 没有钥匙 那就找一下他每一户的 近线 灵活线 地线 这个应该就是 进了这个铁线巢 然后进了配电箱 那就把这个线巢盖给打开一下 从这里能不能发现问题呢 拿下铁盖 灵线 火线地线 但是哪一根是他们家的地线呢 好几路地线 是不是有没压住的 或者是没接的呢 一根一根往下拽 诶 就是它吧 现在楼上开着空调 我用这个电笔测一下 这个线是带电的 那其他的地线也带电吗 看一下这个地线 这个地线没问题 所以说它带电就是不正常的 我得想办法把这个地线接进去 但是它上面锁着门 它这个门能拉开一个缝 能看到里面的地线 有个地线排 地线排上压着地线 它的进来的主地线是这个 那就把这个地线接到主地线上 曾经做过好几期视频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把那个地线连到主地线上了 现在再测 地线有零线的电压 连衣服都不到 那这个地线做得非常好 测一下地线 很好 再测水龙头 很好 这样它这个问题就给它解决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